2018中国好声音本周五将继续迎来14进期比赛的下半场 除了谢霆锋之外,另外三位导师都还有学员没有出场 而全国期前剩下三个名额的关署也备受关注 这其中,毕竟战队绝对是争议最大话题最多的 本来只有三位学员参加这一阶段的比赛 结果上一期被普遍看好的汉树龙还遭遇了到比分的势力 而丹增尼玛和哈格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根据剧透,特尔德的对手将是哈林战队的正位节 丹增则将最后一个出场 面对周杰伦战队的张神 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了 最终的结果是丹增尽其 Tiger被淘汰 但肢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可能大家并不是很清楚 丹增尽其或许是在情侣之中 而Tiger被淘汰多少有点出乎意料 从上一期的预告那看 郑伟基又改编了哈林的经典歌曲 情非得已 上一次改编的忘情水 已经让人一言难见了 这一次的情非得已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按照正常发挥 Tiger绝对可以赢正位节的 实际上 51位专业评审投完票之后 Tiger确实也是领先 只不过是一票领先 那么压力就到了两位观战导师 周杰伦和谢霆锋身上了 这样的情况在十四近期第一场 徐伦翔和黎真乌的PK中就已经出现过 当时李健把决定胜负的一票投给了黎真乌 当然这场的结果倒是没多大争议 不过到了Tiger和郑伟基这一场 争议就来了 两位观战导师都把票投给了郑伟基 这么一来郑伟基就以一票的优势反超Tiger成功晋级 这下就干啥了 你说这场如果拆的输了 是被51位专业评审给投的 那么观众就继续骂评审 但现在评审投完拆的领先 节目组堵了观众说评审不行的嘴 让老师去背锅 难道要让观众转而去骂周杰伦和谢霆锋吗 另外 据说战争是十四近期里面最后一个登场的 也就是说在他出场之前 其他三位导师战队都各自有两人晋级 李健战队还没人晋级 可想而知 李健当时在现场脸色会有多难看 李健盘 李健盘 李健盘